各位宝马家族全新一代七系行政级轿车 纯电版宝马i7 先说外观啊 宝马i7跟燃油版的车型是同一个平台 i7跟燃油版从外观上看上去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并且这一代宝马的车型 7系跟X7同样都采用了一个分体式大灯的设计 上面的是日间行车灯 是和施华洛士奇一块开发了很多这种水晶的组件 这个日间行车灯的灯带看上去 bling bling的非常闪 底下是真正用于照明的大灯组 远光灯跟近光灯 并且它中间的隔山这边右侧有一个爱的标志 代表它是爱奇纯电的版本 隔山的四周现在有了一圈环绕的灯带 所以晚上我们去看它的时候 就不仅仅是宝马的双肾了 而是一圈带苗边的双肾 宝马i7的车长是将近5米4 轴距超过了3米2 但是内部空间 我们一会再说吧 后面有一个标志性的 宝马标志性的 后夫麦斯特倒角 这个不许多说 四门都是电动门 这个也是行政这个级别 常见的一个配置 四个轮胎都是21寸的轮圈 但是后轮是285的胎宽 前轮是255的胎宽 一个大小轮的设计 也是偏向运动性的这么一个设计形式 我们这辆试驾车 是采用的P0的轮胎 这辆胎也是一个运动型的轮胎 说明这辆车不仅仅是一辆行政的 给老板做的车 来到尾部宝马I7的车尾设计 还是比较简洁的 有几个比较明显的logo元素 一个是左侧的这个I7 中间是宝马的logo 旁边呢XDrive60L XDrive呢在电宝马的身上 大概你可以理解为电四驱 前后双电机的四驱形式 60呢我们猜想啊 跟它的续航里程有关 可能实际的续航里程 在600公里左右 L呢是加长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后备箱啊 实话讲 宝马I7的后备箱 乍一看啊 主观的感觉 并没有它这个级别 应该有的那种宽敞的感觉 而且呢它的这个后备箱的内部啊 有一个明显的 像里这种收的这么一个设计啊 很明显这个位置是轮拱的位置 其实就是为了它的空气悬架 让出了一部分的空间 后备箱的地台下面呢 还有一个隐藏式的这个小空间啊 除了上面可以放一些老板的这个大箱子之外呢 底下还可以储存一些不常用的物品 那尾部咱们就看到这儿 咱们进到车里面看看 顶级的宝马7系 在内部这一带有什么新的设计 来 来到车内啊 我这个开个门之后 你其实踩一脚刹车 它就能自己把门关上啊 这点比较有意思 整个宝马I7的内饰给人的感觉啊 第一个感觉就是 它的这种水晶的元素特别特别的多 包括这个车控区域的旋钮 换挡的拨杆 这个氛围灯的这个饰板啊 包括车门板上的这个触控条的饰板 全都是这种棱状的水晶的元素啊 这整个感觉就像那个公主的城堡一样 就bling bling的 除此之外啊 它前排采用了一个双联屏的设计 但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是 它的这个双联屏是一个微曲面的设计啊 有一定的弧度 并且呢 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个黑场还是黑的比较通透的啊 这个显示的屏幕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屏幕的上方呢 有一个尺寸非常大啊 并且呃显示效果非常清晰的 HUD的平时显示系统啊 我试过的那么多呃HUD里面 宝马i7的算是一个比较上层的HUD了 屏幕的里面的系统啊 首先呢呃很明显宝马在宝马i7上面呢 进行了一些本地化的修改啊 首先呢可以看到它这个地图 我们最常用的地图功能啊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地图功能是来自哪家供应商 但是呢呃 整个操作起来还是比较流畅的 我们刚才也试了用语音控制来设定目的地啊 设定中途导航中途点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并且反应速度也还算比较快 呃音乐呢这块呢有什么QQ音乐呀等等的 不同的啊喜马拉雅等这些不同的音源 并且呢它还引入了一个叫啊腾讯呃 这个场景小场景的这么一个功能啊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 里面有很多呃这个我们常见的这个应用的服务啊 比如说什么宝巴士口袋故事啊 包括车载的微信啊 游戏里面还有那个2048的车载版等等 这些功能全都在里面 本地化还是做的非常的深入的 在屏幕之下呢是这个融入到水晶面板里面的空调控制区域 在下面有无线充电的这个面板 以及后面呢车控相关的所有的这些操作按键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似的这个水晶的部件非常的多啊 整个内饰就是这样 呃还有一点呢必须要说的是 它的这个座椅啊 官方说是采用了这个真皮加羊绒的这么一个材质啊 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呢 羊绒的材质是非常的这个透气的啊 所以整个坐起来不会显得特别闷 整个质感也是非常好的 还终于到宝马爱七的重中之重啊 这个万众期待的老板位置的评价了啊 实际上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说宝马爱七后排的空间不够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在我身高是1米82 你能明显感觉到不是很像一个车长5米4 然后轴距3米2的这么一个行政级车 所能够带来的那种感觉 其实腿部空间也并没有特别的宽裕啊 还有两个杯架 里面呢还有这个充电口和放着东西的区域 前面呢还有一个充电口啊 里面还有一个小的空间 不知道放些什么比较合适啊 当然了 如果呢我完全不考虑前排的乘客的状态下呢 下面这个模式才是真正体现老板尊贵地位的这么一个状态 开始了 现在这个座啊才是老板座的完全体啊 当然了它有一个小bug就是这种状态只有在停车老板休息的状态下才可以启用啊 因为你能明显看到前排的座已经去伸到快到中控台上去了 它是明显挡后视镜的啊 就是在呃行驶过程当中老板没有办法复于这么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 这个状态下呢 其实我们可以启动一个叫影院模式啊 当我们启动影院模式 所有的这些遮阳帘包括后窗的遮阳帘都会升起来 并且呢这边会降下来一个31英寸的屏幕啊 这块屏幕的比例是32比9 和我们过去提的比较多的像理想L9的那块后排屏幕相比啊 理想L9的那块屏幕是15.7英寸 比例是16比9 我刚才简单算了一下 这块屏幕的实际显示面积大概是理想L9那块后排屏幕的2.5倍左右啊 但是呢你可能也会问啊 说我们因为我们电影都是16比9啊 类似这个比例的 你要这么长的一块屏幕 其实也就是中间这一块进行显示 那你这块屏幕做这么长还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啊 就是我可以在我显示一个电影的时候 我可以在设置里面把电影拖到老板这边来 这个老板位的这个乘客呢 就不需要再扭头去看中间这块屏幕了 我可以直接看我这一侧的屏幕 整个的观感的体验会相对更好一点 配合整个全车这个饱滑尾键的音响系统 观影的体验啊还是相当不错的 现在司机小郑给大家试一下宝马i7的实际驾驶感受啊 首先呢爆一下宝马i7在跟动力相关的一些配置吧 采用了前后双利次电机的这么一个动力形式啊 共400千瓦的输出功率还有745牛米的最大扭矩啊 采用了一块110千瓦的三元里电池的电池组 并且呢官方的给出的续航里程是670公里 相当于也跟燃油车的水平类似了啊 官方呢说这个宝马i7的百公里加速成绩是4.7秒啊 这实际上是比3.0T版本的那个燃油车的加速成绩要更好的啊 现在电车对于燃油车来讲 在加速这一块其实是一个降维打击的状态了 实际驾驶感受啊 首先呢当我坐在车里面 因为我啊驾驶的这个个人习惯就是把坐子调到最低 对于电动车来说呢 其实一般呃即便调到最低你的坐姿也是相对更高的 因为电池组是非常厚的 但是呢在宝马i7上呢 其实调到最低的时候呢呃 我的感受呃驾驶的这个姿态跟燃油车是差不多的 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电池组压缩到了大概11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啊 还是非常薄的 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动力表现 其实宝马i7的动力的这种输出的调教策略 跟很多电动车是一样的啊 前半个电门的开度之间呢 动力的输出是非常平缓的这么一个状态 类似于一个普通的家用车很普通很普通的家用车 但是呢当你把电门的开度开的更大 在半电门到全电门的这个区间啊 这辆车给你的推背感是极强的啊 配合它这个大概是2.7吨左右的这个车重所带来的这种厚重感 给你一种主观感受上力大砖飞的这么一个效果 这是它的这个动力表现 比如说打开运动模式的时候啊 这个座椅啊 两侧会加紧 然后把你给包裹起来 打开还有一个relax舒缓模式的时候呢 这个座椅的这个啊 座椅按摩呢也会自动的打开 就是感觉这个座椅呢也是在配合你在驾驶模式的这个选择 这是宝马I7在这个座椅这层面给我一个比较有趣的这种一个感觉 另外呢还要再提一下它的这个底盘调教吧 它的底盘呢是采用了一个双轴的空气弹簧 配合一个磨坦系统的这么一套底盘啊 包括它的整个调教策略 以及说它防清杆上的这个主动的反馈啊 最终带来的一个感受呢就是 不管是大小的勾坎勾鹤 当你通过的时候 实际传递到这个座舱里面的感受是非常轻缓的 你能感觉到你在过一些东西 但是它不是咯噔咯噔那一下 而是一种非常轻微的感受 它这么一个感觉 跟它整个宝马i7的这个商务属性 我觉得是相关联的 刚才呢我们在服务区也充了一会儿电啊 官方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聊了一下 呃他们表示10分钟的时间啊 通过国网16快充装 宝马i7呢能够补充170公里的续航里程啊 并且呢从10%到80%的这个快速充电的区间 宝马i7呢充到80%只需要大概50分钟的时间 可以说呢随着中压和高压平台的逐步落地呢 纯电动车在补能便利性这块的问题 正在得到逐步的解决吧 回头看这辆宝马i7呢它不是一辆单纯的行政行车啊 它有着宝马自己的一些基因跟属性在里面 它有属于运动性的一面 坐在后排的老板也不一定非得永远坐在后排 他可以坐到驾驶位上来感受一把这辆车的运动感 呃宝马i7呢在豪华感和科技感还有运动性 之间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平衡点 我们制电出行给出宝马i7主观先电评分7分 也欢迎你给出自己对于这辆车的看法 以及自己心目中宝马i7的分数